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照顾别人 为别人做一些什么事情 因为在新加坡的文化 你来到这里 你都想要得到 对不对 叫做我能够得到什么 最好就是 或者到了马来西亚 他说我最喜欢不是那个数目 我最喜欢是 为什么是 你们很讨厌是 对不对 不过他们很喜欢是 他说安拔就是拉拔 会不会听 就是有的拿了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的文化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失比受更为有福 在这个时代都是要讲 我赢 你输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在主里面 我赢 你也可以赢 对不对 我没有输 你也没有输 因为主耶稣看不着我们 上帝恩待我们 所以我们把这一句话 放在心里面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而不是我们讲叫做 我们讲叫做消费主义 我能够得到什么 我一分钱都要算得有价值 好 那么今天的经文呢 就讲到说 一个寡妇的故事 那这个寡妇呢 就是以利沙她门徒的妻子 那么门徒死了 对不对 虽然她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 然而呢 她留下两个孩子 还有呢 欠了一屁股债 那怎么办 孩子呢 应该是还没有成年 对不对 所以那个讨债的人说 你不还债呢 我就把你两个孩子 抓回去 做什么呢 做我的奴地 那我们现在还说 好 你等 我去赚钱来还给你 不过在那个时候 女人 妇女是不去外面工作的 你们记得路德的故事吗 记得吗 路德有没有工作 没有 所以她要怎么样呢 就跟在农夫后面 他们收割的时候 掉了什么呢 没有收什么的 她就可以收回去 这个是犹太人 他们的这个文化 好了 既然不能够 那么真的很苦啊 对不对 何况她丈夫是先知的门徒 哇 先知的门徒 为什么搞到这个样子呢 那么 这个上帝的祝福在哪里 上帝的看顾在哪里 那这个就好像说 我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呢 你们会怎么样 大概你们就不要信耶稣了 然而我们就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虽然有这样的苦难 但是呢 上帝有他的这个作为 上帝的祝福 就在这个苦难当中 带领他出来 所以我们说没有苦难 谁没有苦难的 中国人讲得很清楚 都有苦难 那信耶稣有没有苦难 有苦难 只是说这个结果不一样 今天我们就看到 这个寡妇的苦难 但是他结果就不一样 我们也看到一个 敬畏耶和华的人 先知的门徒 他的结果虽然死了 但是他的家人 经历到上帝美好的祝福 所以我们基督徒 面对苦难 我们怎么回应 当然如果这个门徒 是吃喝嫖赌的那一种呢 那么欠了一匹苦债呢 那一个是活该 所以我们做坏事呢 受苦受难 不要怪到上帝那边去 好不好 我常常讲说 你从二楼跳下来呢 有问题 你从十楼跳下来 我就不知道了啦 OK 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然而如果上帝带我们走过的 那就很不一样了 所以上帝带领这个寡妇 走过的路呢 是一个祝福的路 只是时间长了一点 或者我们读《月博记》 那更加就看到 在这个苦难当中 人怎么样看 上帝怎么样的祝福 所以敬畏耶和华的 耶和华没有说 不看顾他的人 对不对 所以他的敬畏 我们看到说 他的妻子也一样有敬畏 所以这个妻子来到见以赛亚 他说以赛亚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你的门徒死了 却搞到 我现在要怎么办 那么 伊丽莎对他说什么呢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一句话好不好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的文化是 你为我做什么 很少说我为你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让我们想一想 记得 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 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 所以伊丽莎 他自己是不是很多钱 可以替他还债呢 我想他也没有什么 对不对 叫他还债 他也不一定还得了 所以当这个寡妇来找 找这个伊丽莎 他有没有找错人呢 虽然伊丽莎问他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那么他有没有找错人 那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样的回答呢 换作是你 你是伊丽莎 你会怎么样回答 我在美国的时候 那教会如果需要钱 建堂还是什么 他们去请一个筹款专家 来帮他们筹款 OK 那么就会发广告 什么什么什么 去找钱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形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说去找政府 新加坡最厉害 就去找政府 对不对 特别 好像我这一代的人 去找政府 白灭 建国一代 我们去找政府 说我没有钱怎么办 我记得我在学校开会的时候 我刚好在英华学校的董事部里面 做会长 有时候就要去开那种会 他们也跟我很好 虽然我不是英华学生 那么他们有一天 他们就谈到说 他们的老师 那么他说 老师都很好 不过有两个老师 生病 贫穷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有 虽然是做老师 生病 这些校友们 其中有一个医生 他就跟他们说 这两个 他们有什么病 需要看什么医生 你告诉我 我就带他们 免费看医生 你们有没有看过免费的医生 我昨天 带了一个牧师的女儿 沙劳院那边过来的 去看她的牙齿 医生说 可能要开刀 开刀的话 可能要一千块钱 小女孩眼睛睁大大 因为她还在读书 一千块钱 马币是多少 三千多块钱 医生接下去跟她讲 不过你了 我跟你开刀 免费 哇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那种说 我愿意服事 大概有需要的 我愿意帮助 好了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伊丽莎 她愿意帮助 虽然她自己 没有那一个钱 那怎么办呢 伊丽莎就问她说 那你家里还有什么 资钱的东西 你们家里很多资钱的 对不对 这个寡妇说 什么都没有了 之前的就是那一罐的油 或者那一瓶的油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 还有一瓶的油 是不是拿来吃的 我们有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那个 她说 我只剩下一点油 剩下一点面粉 现在这边只有一点油 连面粉她都没有讲 那一点油 他们后来看看 那一罐油呢 大概就是 这一个圣礼所用的油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记得 那个妇女 来为耶稣洗脚 有没有 冒油 那一种 比较资钱的油 那么她说 只有剩下这个 因为她是敬畏耶和华的家人 所以她这一些 那就是不是随便拿来 或者把它卖掉 那好了 耶利莎对她说什么呢 耶利莎说 你愿意听从我讲吗 OK 她就叫她去 倒油 那么就叫她说 你去接 那个桶啦 大桶小桶 什么都可以 大锅小锅都好 那么 你接回来 那么她就 很听话 我如果叫你做这种事情 你说有没有发神经 对不对 那么她就来了 她说 你把门关起来 那一瓶油 倒下去 那个一倒出来 就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舍不舍的 叫你放下 那一个 叫做贵重的油 你放下不放下 要倒出来 倒出来就没有了 然后她 她顺从 倒出来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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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装满了 然后再说 你再借一些 没有的借了 全部可以借的 我都借了 油就值了 那因为是贵重的油 所以她可以卖钱 那么可以还债 而且可以养活一家人 弟兄 这样的一件事情 你愿意顺服吗 你愿意顺服吗 在人看来不合理的 你愿意顺服吗 你可以看下去的话 另外还有几样 神迹等等 其中一个 或许你们还记得 就是这一个乃曼 记得吗 乃曼 他的王帝说 你这个大麻风 那没得医 怎么办 去找这些犹太人 以色列民 那么叫他们医你 去到那边 他们说 糟糕了 你明明就是要我们死 明明就是要借口来打我们 灭我们 但是 他们一个使女说 耶和华是怎么说 叫他去 约荡河那边洗一洗 哇 你这条河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如果你去医保 这边医保人有 医保的水很特别的 很多矿物质的 可能会医好 不过呢 这一个麻风我就不知道 我知道那边有一间神经病院 我跟你们讲过 因为那边的水很不一样 乃曼说 难道我那边没有水吗 要来你这边来冲凉来洗干净 好了 弟兄姊妹 这是耶和华的作为 就是说 你愿意顺从吗 在旧约 在新约 都有很多教导 在旧约 特别是直接指示你说 你要这样做 你要这样做 你愿意吗 你肯不肯顺从 虽然在理论上 想不通 你相近而去做 肯吗 顺从吗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 都是客客气气 说我不配了 我不敢了 这个要求太多了等等 但是你到上帝面前 你尽管开口 跟他讲你的需要 不过 讲了之后要怎么样 要顺从 不要有讲不顺 那就对不起了 你讲了顺从了 你看到上帝的作为 很奇妙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个寡妇 她顺从 而且我们就看到什么呢 她相信 结果在人 看来不能够的事情呢 就 奇妙的 完成 所以弟兄怎么样 你 敢不敢做 这个是重点 今天 圣经很多教导 对不对 你敢不敢去做 很重要 所以这里 先知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你敢不敢讲这句话 那个 代价可能太大了 对不对 不敢讲 不要紧 那你就开始从 你能够做的 开始做起 对不对 你口袋里面 有没有一些零钱 可以做的 帮助人的 那么 你有没有分 一部分钱出来 说这是帮助人的 或者把你这个时间摆出来 帮助人的 新加坡越来越多的 像我这种老人家 对不对 需要你们照顾 我们这边有很多老人家 需要照顾 需要我们讲热灵热灵 但是我们还是身体软弱 年轻的 你们肯不肯为我们做一点点的事 这个就是一个挑战 这个是一个开始 从我们能够做的 开始 要不然呢 你会不会讲这句话 我能够为你做什么 哎呀 我们不敢啊 对不对 但是你不这样求的话呢 那么你能够经历到 上帝的作为吗 你要怎么样安慰他们这些人 你都有一个怜悯的心 但是你没有一个怜悯的行动 那你要怎么样 你做了你很多担心 现在这个scan多得要命 最近中国在缅甸 北缅甸 抓了一批人 算摆的 那个大头就自杀掉了 OK 我们很怕 新加坡接到电话 不懂号码 不懂是谁呢 号码看不出呢 接都不敢接 好了 不要讲说去帮助人 对不对 以前呢 看到膝盖 你会不懂是真的假的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要能够帮助人 所以我在做叫做谈话辅导的时候 我常常需要怎么样呢 这边跟你讲话 这边跟你讲话 那边还是跟上帝讲话 这个人要跟他讲什么话 这个人要怎么绑住他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天线 上去 那就不一样了 弟兄姊妹 上帝要我们做的 我们就敢敢去做 不过要听得清楚 OK 好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 上帝的事情呢 就这个成就了 莫名其妙 但是却是成就了 好了 这个顺服 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不顺服的话呢 就很难 今天我们有面对一些困难 谁没有困难的举手 我不用看 一定没有人敢去举手的 OK 我们都有困难 人生都有困难 那么这一些困难 我们要怎么接受 这一个两个孩子在那边 他知道有困难 他们顺服吗 妈妈说 你去借大锅小锅 能够装油的全部借回来 他说真的吗 要拿这些做什么 但是他们顺服 不明白 但是因为是 以丽莎吩咐下来 妈妈吩咐下来 孩子就这样的去行了 那么我希望大家 都有这样的经历 只是在新加坡 有时候太过幸福 新加坡的孩子 实在是很幸福 不用受挑战 不用受苦难 不用受什么 我们说有生病 去找医生 没有钱 去poly clinic 再没有钱 拿你的老人卡出来 我去做牙齿 不用钱的 为什么 政府付了100%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舒适的环境当中 但是 其实还有很多人 他们的确有这样的需要 你愿意为他们 做什么吗 你愿意 做什么吗 OK 当你做的时候 上帝吩咐你去做 你去做的时候 你看到上帝的奇妙的作为 你真的来做礼拜的时候 你那一种的心态 那一种的心智 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的确你经历到 上帝是真的 上帝是爱人的 爱世人的 上帝也借着我们 来祝福我们周围的人 要不然我们全部上天堂就好了 不要再做事情 这样的情形 我们学习回应 好了 那么讲一讲教会 主里牧师 有牧师一只要交代的 要讲教会 你们不要笑了 上个礼拜你们吃了这样多东西 全部吃到光光一样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你们都知道了 为了这个地气 三十年的地气 好 这个三十年的地气呢 我们要怎么样呢 这三次的 筹了大概两万多块钱 对不对 那么你如果说要六百万呢 你至少要筹多两百次 那么你们要不要筹多两百次 这样 那么就差不多每一个礼拜 都要来义卖会了 好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 寡妇两个小钱拿出来 那就很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们的奉献也拿出来 也很不一样了 不过先讲好 你不要回去祷告 告诉了三地 我要中四个号码 那就麻烦了 OK 给大家一个鼓励 再听一听故事了 当年二十三年前的故事 好不好 二十三年前的故事 你们要问这个 大概是我最清楚 袁牧师也不太清楚 好 二十三年前 我们标了这块地 七百二十万 建筑费 加节 大概是一千六百万 现在不需要一千六百万 OK 一千六百万 口袋里面算一算 有没有一千六百万 哎呀 一百六十万都没有啊 不要讲一千六百万 对不对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OK 等一下 这个等一下才来 连 我们十一月 决定年会 刚刚开完 十一月年会的时候 决定 好 我们来圣港 建堂 治堂 那么 投标 十二月就要投标 投标的时候 十百万 如果我们要标七百万 就要拿七十万出来 去哪里拿七十万 圣港 你们这一批 光明的妈妈知道 这个谁 刚发也知道 口袋里面哪里有一百万 不要讲七十万 没有 怎么样 但是 这个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 我们一天一天都在祷告 每一个礼拜 早上 有一个早上 就在 应该指哪一个方向 应该是指那个方向 那边不是有个卡帕 我们就在卡帕那边 望着这个空地祷告 那么我们也有 Prayer Walk 一起行军祷告 我们也有 你们大使会只是很简单的 我们的大使会很大的 对不对 因为整个年会都参加 好了 重要就是说 我们做我们有错的事情 上帝一步一步的安排 福灵堂就把他的 那个健堂的基金本来 借给我们 拿去放定金去投标 你看借钱去投标 就是这样 按规金放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意象 我们知道说 上帝要我们来圣港 向新加坡的西北 或者说北部 来这一个制堂 OK 荣恩堂的你们都知道 OK 所以你们不知道 你就去问荣恩堂的 是他们搞出来的 没有啦 这个是上帝带领我们 他做 他们做 走在前面 天恩堂的 走在后面 巴亚里巴 跟着来 其他的 全部上来 就是这样 这样就把事情 办好了 一千六百万 哪里来呢 我问 你去问我们的财政 就是三一神学院 院长的爸爸 他说 我也不知道 哪里来 每一次要付钱的时候 就刚好 就刚刚够的钱 来付 你要怎么说 上帝有一个指示 我们就有一个 作为 上帝有一个指示 我们就赶赶地去做 好不好 好 那么 现在有一个新的指示 给大家了 对不对 除了圣港 五十万 对不对 加上帮过 大概又是五十万 一百万 那么 这个年会 交代给我们 不只是一百万 一百五十万 整个东北区 都送给我们 要不要 收不收 没有人敢讲 收对不起 林牧师 你等一下自己讲 我们的 这一个 面对的群众 或者我们面对的使命 是不是要从圣港 走出去 旁而 还有新加坡的 这个东北 这一区 好不好 大家为这样的事情 来祷告 那么 也就看到说 那么我们 这一个圣港堂 接下去的三十年 这里就有一个 很特别的使命了 对不对 就不只是说 只是照顾着 我们自己 而是说 能够照顾 上帝要我们 照顾的 带着一个使命 行出去 好吗 愿意回应吗 愿意回应 就准备拿钱出来 对不对 还要祷告 还要带人来 钱拿了 这个月序了 空空没有人 坐在这里 要干嘛 对不对 就是要去带人 要把福音传开 要去做一个 见证人 如果你不敢做 门徒的话 好吗 开始做一个 见证人 那么把这个福音 传开 愿意不愿意 这样的回应 把你的油 倒出来 你们有没有油 谁没有的 举手 我叫袁牧师 送一瓶给你 谁没有油的 都有 你那瓶油 你那瓶油肯不肯 倒出来 如果你说没有器皿 我有很多 我有很多器皿 你只要跟我讲 你有油要倒 我告诉你 我就拿器皿给你倒 好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使命 上帝会不会按照这样的需要来成就 有没有信心 你愿意不愿意参与上帝的作为 还是说你要做你自己的事情 弟兄姊妹 敬畏的心 敬畏的心 那么使命 以 这个需要 就让我们把我们的油 拿出来 放在圣帝的手里 成就 祂所托付给我们的 使命 OK 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就是把福音 传讲 你做门徒的 怎么样 塑造其他的门徒 你说我不是门徒 那你可以不可以做一个见证人 那你说 我要再进一步 跟我讲 派你去宣教室 做宣教室 今天呢 已经有人打先锋了 对不对 你看看哪两个不在的 他们打先锋 OK 所以下个礼拜就问他们说 那一个宣教的地方如何 你们自己去问 好的 弟兄姊妹 当上帝给我们一个意象的时候 我们担心不担心呢 祂给我们一个意象 我们知道 祂会给我们这个供应 意象 意象不是给我们看了 就算了 意象不是给我们看了 要我们自己全部来担担 其实我们是跟着主耶稣的脚步 一起来行 到了新约呢 我们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我们这一个 耶稣死了 祂复活 这个是人的需要 有没有看到人的需要 一个盼望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把这个盼望带给他们 我们看到耶稣升天 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住处 祂来 祂带我们去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祂带领 弟兄姊妹 你来到耶稣面前 你心灵的需要 祂知道 安德烈看到耶稣 耶稣跟他讲什么 你来 看 你来 看 你来经历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在祢里面 我们领受祝祢的福气 让我们在祢里面 我们能够欢喜快乐 虽然我们面对苦难 虽然我们面对挑战 但是我们知道 主祢与我们同在 祢带领我们的脚步 一步一步地带领 带领我们的脚步 经过这些苦难 带来给我们祝福 不单是我们的祝福 也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 天父上帝 就让我们愿意把自己倒空 让主祢来使用 舍己 背起这些使架 跟随主耶稣 成为多人的祝福 奉耶稣祈得名 Amen